假如佩奇和乔治准备的火锅 火锅好了 可以开吃了 可是这时候乔治和佩奇才发现 他们没有准备筷子 那怎么办呢 乔治和佩奇一起去拿筷子吧 这时候呢 来了两个僵尸 一个路障僵尸 还有一个牛仔僵尸 咦 这不是佩奇他们准备的火锅吗 我也想吃火锅 我也想吃火锅 我也想吃 那我们来尝一下吧 可是火锅太高了 够不着怎么办呢 于是呢 路障僵尸和牛仔僵尸 就跑到了火锅里去吃 他们吃得好开心哦 看火锅里面呢 肉丸 饺子 安船那 都快被他们吃光了 当佩奇和乔治 拿好筷子回来的时候呢 火锅里面呢 好吃的呢 已经快没有了 他们发现了火锅里有两个僵尸 那佩奇和乔治 这时候想想应该怎么办呢 乔治和乔治 乔治和佩奇商量了一下 做了一个决定 佩奇和乔治又把火锅开起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